小鱼缸 很多姑姑都在等 这个不会苦的 这种小鱼缸比较好吃 好久没有货了 炒辣椒 很香的 姑姑都久等了 小鱼缸一整香 大香的 这鱼小鱼缸 就是直接这样洗一洗就可以 我们现在立刻 刚刚到 我就留了一点来炒 不然等一下又不够货又没有得炒 小孩子都喜欢吃 很甜的 这种比较小小 这个好新鲜的 你们不用去怎么抓它 轻轻洗一下就可以 这个就是自然 这个太阳晒干的 不是那种机器烘干的 那种就很干 我们这种晒的不能晒太干 太干就没有那这个甜味了 这个可以拿来炒 拿来蒸 都好吃 也可以做零食的 炒多一点 装到瓶子 然后可以帮零食吃的 像超市啊 商场都有 卖这个辣的小鱼缸 一包包的 自己来做好吃 而且鱼也比较新鲜嘛 不会添加一些防火剂之类的 油热后 鱼缸直接下锅 太干了就没有那个甜味 这个可以拿来炒药锅 炒药锅也好吃 去年经常炒的 因为今年到现在才有来货 来一点生抽 这个不用炒太干啊 你们如果炒太干的话 小儿子吃就有点硬 一丢丢生抽就可以 沉一点出来给咕咕 剩下这个来加点小辣椒 这个小米辣好辣的 一个就够了 吃粥 然后有这个小鱼缸 加点麻叶就够了 用直接当铃椒 好香啊 哈啰 大家好我是小米 这个小鱼缸 是刚刚下午才到货的 然后泡泡干好 所以这个给它留了 这一小糖不多 因为刚好 装剩下这个是最下面的 底部这一点 它这种本身就这种小条 不是碎的 它本身就是小条不会苦 然后呢吃起来也比较甜的 这个不会晒到很干很硬的那种 你们千万不能拿去泡水 直接就是水简单冲洗一下 然后就可以控干水分拿来炒 不要炒太干 加一丢丢生抽也不要放盐的 本身有一丁点咸味 然后可以搭配五花肉 腰果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辣椒 来炒都行 我们就直接简单炒一点点 那个辣椒一点生抽 真的好好吃很香的 我们两个人不过在这里吃了好多条 一直就停不下了 这个跟零食一样的 以前没有这个小鱼缸的时候 我还平常去那个超市买 那一包包的 它们是那个辣的 然后真的也是一直停不下 但是我觉得自己来做 比你去买的那个要卫生 而且就是划算 反正它们那种一小包 就会几块钱的 好甜的 这个是摔麦 很脆的 这个蛋 小条 小条的鱼比较甜 我们这边就喜欢吃这个小条的 我大娘儿还没有去学校 炒得让婆婆子多炒一点 那等一下要吃多一点 然后再回学校 不然就吃不到了 真的好吃 这个不辣 这个有点辣 你要不敢吃你就跟弟弟吃那个 嗯 哎 空空露木脚 这个下巴露木脚 这个不辣 这个给你 不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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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吃多了就会辣 我刚刚吃的刚刚想吃就不辣了 快点 婆婆要赶他们出去了 留着网上配粥的 嗯 有啊 出去快点出去 那帮你去卖眼球 出个手 这个在喝双鸣 好香啊 这个鱼缸一吃就停不下来的 跟鸣食一样的 哇 这个鱼缸配白粥 哦 好好吃啊 她在吃粥饼说好好吃 好好吃 这样 这鱼缸配粥 真的好吃 很香 很香 好好吃